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文悅 以下的節目內容 取材至時事評論員李正寬 在《大紀元》首發的文章 COVID-19疫情由爆發至今已經兩年有多 絲毫無停歇的意思 反而一次次發生變異 牽起一波波新的疫情 西方國家在嘗試過封控 推廣疫苗等措施之後 終於選擇了全面開放 和致死率不高的病毒共存 顯然不少聽信了中共宣傳的朋友 可能會認為 極端防疫體現出的是 中共政府的負責任 體現出制度的優越 但是這樣的朋友 很可能沒有真正嘗到 社會主義鐵拳的滋味 也沒有深究一下中共極端防疫措施的背後 有些什麼不為人知的算計 兩年來 中共利用疫情在全國多個大城市實施封城 從當初的武漢市到整個的湖北省 從西安到天津 從長春到整個的吉林省 甚至深圳 上海這些牽動中共經濟大動物的一線大城市 也封了 人們看到的是 疫情不僅沒有被防住 但是民眾就都被控制住 封城之下 所有的人都在中共的掌控之下 一個健康碼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自由 甚至生死存亡 在2022年的新年之際 江蘇徐州鐵鏈旅的事件曝光 並迅速引爆輿論 相關的話題在網絡吸引了幾十億 甚至上百億的點擊量 關注到蓋過同期的中共冬奧的盛勢豪宴 並且長時間熱度不減 理營的悲慘遭遇 以及中共當局在醜聞曝光之後掩蓋並封殺真相的惡恨 激怒了海量良知上傳的中國人 沉默的大多數也忍不住了 各階層的民眾陸續發聲 演責作惡者 要求追究惡人責任的呼聲此起彼伏 人們對鐵鏈旅聲援的過程 其實也是自救的過程 而這種覺醒的強大力量 以及過程中體現出的人性、良知和道德 是中共真正所恐懼的 正如九評所說 當人們都能夠認識到共產黨的流氓本性 而且不會被它的假象所蒙蔽的時候 就是終結中共和它流氓本性的時候 因此 中共為了苟然殘存 勢必要打壓覺醒的民眾 想盡辦法摧毀民眾的人性、良知和道德 如何才能夠做到呢 中共在歷史上積累了大量邪惡的經驗和手段 最拿手的就是製造死亡的恐懼 迫使民眾在保命的過程中放棄良知和善念 變得自私、互相傷害 歷年的政治運動 沒有變遲不是這樣 如今 中共在東奧和兩會之後急不及待地推出了極端的防疫 與其說是防疫 不如說是為了展示鐵碗、製造恐懼、摧毀人性的道德 當中共當局毫無預警地封城的時候 人為的糧食短缺就被製造出來 我們看到超市裏面大批的民眾為了活命而瘋狂搶購高價菜 當人們被迫滑地圍爐 被封控在家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公司、單位、街道、小區等被分化 民眾的整體力量被拆散 當民居的管理人員為了執行中共的命令 而將小區的居民擋在航欄的大門外面的時候 當醫院的保安為了盡忠職守 將緊急求救的病人拒住醫院門外的時候 我們看到民眾之間的矛盾正在升級 當小區裏面有人因為健康碼突然變紅 而被拉走旁邊的時候 當人民在捱餓、捱冬、求醫問藥艱難 為了生存而自保的時候 我們看到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正在被削弱 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沒有空閒 沒有能力去關注鐵鏈女、鐵龍女 這些變異、沒有人性的種種規則背後 但就打著一個冠冕堂皇為人民的口號 無論怎麼看都非常像一個現實版的魷魚遊戲 華麗的建築和鮮豔的服飾背後 藏著謊言和殺機 對歷史稍為有了解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中共對生命的藐視程度遠超一般人所能想像 死多少人在中共的眼裡只是一個數字 僅僅在2022年的3月 全國多地新一輪的封城 就造成了很多民眾的不幸喪生 3月11日 吉林長春一個四歲女童因為急性喉嚴 因為沒有實時的核酸證明 而被長春隆安院醫院拒診 遭到多個門診和部門推來推去 最終不幸身亡 3月24日 自由亞洲報導 據社交媒體23日傳出的短片 深圳市南投街道城中村被封23日 村內關口四橫項17日有人餓死 被發現時屍體已經發臭 以上的案例只是曝光出來的一小部分 更多的案例並沒有被報導出來 上海深圳這些一線大城市都尚且如此 那麼全國其他地區呢?真實的情況究竟有多慘烈呢? 從八年歷史以及這次中共極端防疫的殘暴足以看到 中共根本不顧百姓的死活 中共堅持清零 並且推動一輪又一輪的大規模全民核酸檢測 背後有巨大的利益驅動力 哈佛大學現經學社研究員王萬聖透露 中共搞清零防疫的背後 涉及中共高官白手套和家屬斂財的黑幕 某集團單靠核酸檢測的一項 就賺了6,700億人民幣 中共其實並沒有真正有效的防疫對策 只是以疫謀私 前美國陸軍研究所病毒學研究員林曉旭博士表示 誰都知道現在搞核酸檢測 可以騙到財政撥款的支持 為地方政府帶來收入 給官員回湧 絕對有利益驅動 林曉旭說 大陸很多地方都要見所謂的臨時醫院 或者是租用旅館、公寓等等 這些地方有沒有符合隔離的標準呢 可能都會帶來更多的交叉感染 可以預計 隨著中共二十大的臨近 中共黨內各派系之間的鬥爭都會你死我活 為了達到對民眾的絕對控制 中共會更加是無忌憚地利用極端防疫殘害百姓 2004年九平環空出生 在中國大陸以及海外的華人圈子裡 建起了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的三退大潮 截至今天 已經有超過3億9千3百萬的中國人選擇了三退 2020年3月 大紀元發表特稿指出 新冠病毒就是針對中共而來 看清真相遠離中共 是遠離災難的關鍵 三退可以趨吉避兇得到上千的戶友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优优 sk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